父親還有奶奶來墓園探望 帶來爸爸親手炒的海瓜子 還有奶奶的拿手菜 配上一杯珍珠奶茶 全是誠信正妹生前的最愛 新闻團隊拍攝過程 死者父親詢問孩子意願 以及警方順利破案 是否感到欣慰 兩枚十元銅板連續醒歸 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定數 父親心中大事也終於放下 但奶奶心中悲痛仍然不減 陳姓死者今年2月疑似 使用毒品後返家 把自己關在房間 等家人發現事態嚴重 緊急送醫已經為時已晚 陳爸爸自製追思影片 雖然疑似未讀的販毒集團落網 但全家人的生活依然 膽戰心驚 本來的一對女兒如今只剩一人 做父親的就怕再有萬一 教護病房也有一聲講說 在孟廷來前一天 前一天也是有 因為毒品而往生 零位附近還有四位 所以這個我看毒品真的是 害死很多了 我覺得政府真的是 不知道重視真的不行 即便仇恨就像父親燒給孩子的紙錢 浴火化成灰燼 但新興毒品這樣的社會問題 卻依然存在 該如何從源頭阻絕 才是政府該面對的首要課題 記者全家和威榮 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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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